烤鸡出爐滴著雞油帽子煙 立刻放進紙盒準備打包 外皮烤到生和焦糖色 看起來酥酥脆脆 飄出的香氣 附近民眾聞香而來 上門顧客買不到碰壁 原來烤鸡餐車不定時快閃百攤 以新型態經營 三天吧 在網路上看到 一分錢一分貨 我租了店面 我有店面的價值 今天我可能就 沒有辦法賣到這個價錢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這種最近很夯的快閃餐車 顛覆過去夜市或者是市場 固定擺攤做生意的模式 日租經營顧客必須提前預定 而雞肉食材事先醃漬好 準備好大桶子木炭 全機掛上去點火 用甘蔗烘烤 以一個下午烘烤三爐 約可賣300隻 一天租金約1000塊 優點是省店面 但可能會被顧客晃點 跟夜市固定攤位比較 一個月板五天 一個400 烤鸡空間至少要三格 加上水電燈泡費用 6000元起跳 優點是可以培養固定客群 每天都要繳租金 而且還靠天吃飯 他跟你訂一訂 下單下一下 資料留一留 不見得不會跑 但也是會 所以還是有一點點風險 沒有這麼好找 為什麼 因為畢竟有煙 夜市攤販說 移動式快閃的烤雞炭 長期東奔西跑 無法培養固定客群 並不考慮 但也認為移動式餐車 不用月付租金 只要向地主以日租 或者是只租半天 營業時間彈性 省下的錢 直接放進口袋 也成了另一種 新型態的快閃賺錢數 謝謝黃大衛許醫師 田翁屬豬豬 高雄莫道